继续啊 熊雷大姐的这个文章里面 还披露了 乔冠华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 初登联合国讲台的 台前幕后的一些事 来来与大家分享 说当地时间11月15日上午10点 代表团五位代表及议员 唐文生在联合国礼宾处长的引导下 进入会议厅 在中国代表团的席位上入座 乔冠华黄华 他俩后边是唐文生 那边是这个熊相辉 那个乔德孝那张照片 许多友好国家的代表 立即前来向他们表示欢迎和祝贺 那么会议呢 于上午10点半开始 大会的主席玛丽克 首先致欢迎此 玛丽克是苏联驻联合国的这个 这个常任代表 玛丽克是苏联的这个老外交家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前后那个时候 玛丽克就是苏联的驻联合国的常驻代表 中间的几十年都干点 做点其他别的外事工作 后来60年代末 一直到70年代 一直到76年差不多 玛丽克又重操就业 在纽约做苏联驻联合国的这个代表 那么玛丽克呢 这个是26届联大的这个大会主席 他首先这欢迎词 玛丽克说 尽管中苏观音的时候那么紧张 但是在联合国那是另外一个气氛 玛丽克说 今天上午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 第一次在联合国大会就座 作为大会主席 我很高兴的欢迎这个代表团 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 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开始参加 世界这个主要的政府间组织的工作 毫无疑问 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工作 联合国的工作成效将得到加强 玛丽克的致词 他制完词以后 许多国家的代表就开始相继的走上讲台 纷纷致词 欢迎中国代表团 在他们发言的过程中 要求发言的代表还不断的在增加 原定下午结束的会议 在中午稍事休息以后 继续开会一直开到下午6点40分 前后历时6个小时 6小时干嘛了呢 净听欢迎词了 共有57个国家的代表在会上 制了欢迎词 这其中还包括苏联 日本和美国 虚马力的代表甚至用中文做了发言 制了欢迎词 有的代表已经准备了发言稿 由于时间不够 没能够发言 大多数代表的欢迎词热情洋溢 表达了对中国人民的信任鼓励和兄弟般的情谊 不少代表在发言中赞扬毛主席对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领导 他在文中摘了这么几段几个国家代表的典型的发言 科威特的代表说 10月25日的夜晚发生了在联合国和国际大家庭的史册上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 联合国大会终于决定纠正了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错误 没有中国的参加联合国就是徒有虚名 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 将使新时代的人类的前途变得灿烂 科威特啊 法国的代表 法国代表说中国在我们当中就坐了属于他的席位 不公正和荒谬的状况 终于结束 我们欢迎这个十分伟大的国家和这个十分伟大的人民 我们由于中国的文明历史勇敢尊严和他正在进行的巨大努力 而对他表示欢迎 这是法国 傲慢的这个高路人对于中国代表团的欢迎词 对中国的欢迎词 当时中国的老朋友就是提案国 第一提案国的阿尔巴尼亚 阿尔巴尼亚代表说世界上所有的进步人民都凝视着中华人民共和国 因为他是各国人民自由和独立事业的最强大的保卫者 是各国人民主权的最强大的保卫者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 这个过程中阿尔巴尼亚是唯一彻底完全站在中国这一边的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 一个共产党 这是什么样的情分 我们先不说 别的不说 就是作为主要提案国 一次又一次连续多少年 就要这个在联合国提这个议案 要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合法席位 就这么件事 并且最后终于攻城 这多大的贡献 一个联合国常任理事国 五大常任理事国的席位值多少钱 你给我算算 就你们这妈的这鼠辈啊 你们的小肚鸡肠啊 你们除了手头能掐指算到那么点账之外 你们还有什么远大的理想 可惜啊 就是这种声音呢 恰恰现在是这种声音 在我的祖国啊 大行七到几十年 一直到今天为止 不觉 绵绵不觉 赞比亚代表说 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的入席 是一个具有伟大的政治和历史意义的时刻 它标志着过去旧的 过时的政治的结束 标志着一个新的 现实主义和充满希望的时代的开始 从此以后 联合国是一个新的组织的 它再也不是原来的那个组织了 那么 这都是投了赞成票的天国之一啊 赞比亚 那么坦赞铁路 当时中国原建了坦赞铁路 赞比亚发言了 还有那一方什么 坦桑尼亚 坦桑尼亚代表怎么说 我钦佩中国人民 钦佩他们为争取自己的尊严和独立而进行的英勇斗争 钦佩他们对全世界解放斗争的坚决支持 我们还对他们在自己的伟大领袖 毛泽东主席的令人鼓舞的领导下 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努力 所已经取得的 和正在继续取得的惊人进步 表示敬意 我们特别高兴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 它在这个组织中的合法地位 因为我们相信联合国把这个国家看成一个支持各国人民的自觉与独立权力 反对形形色色的压迫和不公正的十分可贵的成员国 还有拉丁美洲的智利的代表说什么 智利的代表说的这番话说的 让我对智利这个国家光目相看 智利的代表说 智利从一个不结盟国家的立场出发 向中华人民共和国致敬 在中国已不再有什么苦力 官僚 万能的外国剥削者 已经完蛋了 今天一个由尊严的 巩固团结的 充满信心和革命活力的 自由人们组成的民族 出现了 中国从落后破坏 饥荒水灾和瘟疫的废墟上站起来 在短短的一些年历 在农业和历史 教育和公共卫生 征服宇宙和原子方面 还有在 使集体和个人的道德真于完善方面 取得了非凡的进展 我们向新中国的领袖毛泽东致敬 毛泽东是长征的革命斗士 是思想家诗人 他鼓舞和经常指导 他的人民 把知识变为主观的经验 并使这种经验 同持久的革命态度融合起来 在毛泽东看来 帝国主义有两重心 他既是铁老虎 又是纸老虎 智力像其他小的附属国一样 正在为争取完全的主权 收回自己的天然资源和实行自决 而斗争 但是他正在同一个恫吓 威逼和妨碍他的强有力的铁老虎 进行斗争 我们相信帝国主义将被推翻 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欢迎的时候 我们希望十分坦率地强调 他在历史的心目中担负的巨大责任 最后智力的这个驻联合国的代表 还用西班牙语当众朗诵了毛主席的词 简字木兰花广唱路上 漫天洁白 雪里新军情更坡 头上高山风卷红旗过大观 此行何去 干将风雪弥漫处 命令乍班 十万工农下机安 他喜欢毛主席这首词 好 这个拉丁美洲的兄弟们好 在各国代表制欢迎词以后 乔冠华在长时间的掌声和欢呼声中 登上联合国大会的讲坛 宣读了毛主席受益 周总理审定的 那个假话 就是昨天我们一起回顾的 那篇假话 那么 熊向辉 当年在他两篇文章里还记下了美国人的态度 他发现了美国人的幽默 说那一年 因为他后来留在了联合国了 乔冠华他们回来了 然后黄华和熊向辉他们留在了美国 就开展正式的开展工作 那么呢 那年的12月18日晚上 我国出席28届联大的代表团团长乔冠华 代表副号 熊向辉 副代表王海荣代表团部分 随行人员完成了他们在本届联大的工作任务后离开了纽约回国 12月22号下午到达北京 周恩来和当时在京的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和北京的群众 到机场欢迎 送的时候毛主席要送 回来还是要接 还要接 当天晚上八点左右 毛主席在住处约见了这个 周恩来乔冠华熊向辉 唐文生王海荣 毛主席 这个时候又说的什么话呢 跟他们 你不是在玉归来的吗 到了联合国讲台 发表的演说了吗 杨伟也吐气了吗 给世界人民都 这个这个这个 站了台了吗 是不是 回来了 毛主席说什么 毛主席说 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 仍需努力 这就是伟大的毛主席 伟大的毛主席 这就像1949年 建国全息的时候 几大野战军的司令和政委 什么 在北京 参加新政协 什么 有一天 大家一起 军方的这些司令政委 去看毛主席 见到毛主席 毛主席就没有 没有一丝的笑容 毛主席见他 指着他们鼻子说 胜利了啊 你们都有功织成 你们小心着点 要进城了 你们要是敢挖这个新中国的墙角 我先拿你们试问 我先拿你们试问 就严厉到这种程度 当时刘国成不是 心中唏嘘不已 回到家里自言自语 说毛主席真清醒 毛主席真伟大 这么伟大的胜利面前 一点笑容都没有 首先是想到了什么 居安思维 想到了 国家的未来 想到了什么 想到的是革命者 怎么样避免 五花堕落 刘国成感叹 毛主席看得真远 一样 你看 你们回来了 敲楼打鼓 你们也给我送出去 然后敲楼打鼓 我给你赢会了 赢会了之后 告诉你们 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需努力 熊向辉回来了 黄华留在这 黄华留了 后来黄华呢 就跟熊向辉他们讲了一故事 讲了一什么事呢 这个留在那 在纽约嘛 然后这个 这个第一次在那 过了圣诞节 圣诞之前 说这个纽约的节日 气氛十分浓厚 然后代表团当时 在美国是包租的 这个酒店 这个酒店的街对面 街对面的一个写字楼 正对着中国代表团 临街的那个客房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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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客房的 那个窗户 写字楼 那个窗户上 也贴出了 一则大幅的标语 正冲着中国代表团的住处 挂出一幅什么样的标语呢 叫 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 祝中国代表团 盛当快乐 我前一段 把那个当初实在是说 陈毅那张领的 曾经有过那样的一个新中国 我在前一段 一个月前吧 你看 我又拿出来跟人家分享过 一曲同工 1970年代的 毛主席领导下的那个新中国 我昨天说了一句话 做到结尾 我今天还有那句话 做结尾 令人 神亡 兄弟大姐整理的 熊相辉老先生 两篇文章的部分内容 与大家分享到这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